話題來關心經過前一天電視辯論之後 尋求連任的國民黨主席江啟成 以及前任主席朱立倫 兩個人今天都來到了臺中跑行程 展開地方肉搏站 但似乎王不見王行程有錯開 朱立倫回應說是因為他一天要跑八個行程 而江啟成則說應該是巧合吧 歡迎朱立倫隨時來 加油 不少支持者加油打氣 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到臺中跑行程 打地方肉搏站儘管都在臺中 但似乎和現任主席江啟成王不見王 今天是一路從新竹苗栗 台中我今天有八個行程 我現在非常的感 應該是巧合啦 歡迎隨時來 前一天的辯論會朱立倫被說是一打三成劍拔 他則說目標是要國民黨團結起來 大家都是我的好朋友 都是我們的好同志 那我們所有的槍口是要對著民進黨 絕對不要對著自己的同志 朱立倫不只尋求黨內支持也都大甲震嵐公參拜 希望媽祖保佑 而江啟成也沒閒著 他和黨內青年軍一起拉開獎 被解毒手拉攏黨內年輕人 今天很辣喔 你們今天吃辣 什麼都可以談 我跟青年在一起都基本上只是很自然的 那也因為這樣 所以這些親人朋友跟我基本上沒有什麼距離 至於前一天辯論會的表現 江啟成這麼回應 國民黨黨魁選舉將在二十五號登場 兩任黨主席之間的競爭白日化 誰會是下一任黨魁外界都等著看 記者臺中綜合報導